一張張無彩繽紛的椅子 由大到小整齊排列 特色裝置藝術品 可是高雄魏武營藝術村打卡熱點 拉近一點看仔細 裝置藝術品成了衣架 被民眾拿來曬衣服 甚至一旁還有民眾 彎腰拉近做運動 不太美觀 因為畢竟這邊是大家運動的地方 亮了一下整個那個美感都跑掉了 其實如果你做這些事情的話 其實對一些藝術品來說 其實很不尊重 前身為國軍三聯動就營的 魏武營藝術村VR 內部有八位常駐藝術家 規劃藝術展區多了亮點 只是萬萬沒想到 五路彩繩歡喜作成了現成曬衣架 這個看起來是蠻遺憾 而且很心痛 其實既然是可以互動的作品 那其實我覺得說 在大家互動的過程當中 還是要注意它的那個美觀 被破壞的裝置藝術還有它 高雄城市光狼的銅翅公仔 八年來已經斷了三次 不行不行這樣 台中復活街島裝置藝術 好幾顆彩蛋也全泄了氣 少了功德心就怕最沒風景 也成了最扯風景 歡迎新聞 林維凱琳瑋是高零警採訪報導 走進疫情與戰爭的雙重挑戰 走進美中台三方的政經國異 走進地緣政治中的戰略棲局 晚宇全世界2023再升級 每週一到週六晚間九點 帶您走進全世界 驚訝 雙城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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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建議 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